好的,那如果你已經找到你覺得喜歡的圖檔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 那在建立之前呢 因為這個需要用到所謂的外掛 我們上面這個剛剛有跟哥哥解釋過的 為什麼要特別用外掛 因為呢 其實我們剛剛並沒有做一件事情 假設呢 如果你家的牆壁有沒有 你家的牆壁 請問除了它內建的這些 或者地板 點兩下 如果你的這個材質 我們它裡面不是有內建很多嗎 但是 這麼多就沒有找到你喜歡的 請問可不可以自己把圖繪進來 可以的 當然可以 跟模型一樣 所以呢 你可以找 我找牆壁來做好了 我找那個牆壁 比如說這一面牆好了 這 這一面牆 這一面我再拉一下 好,知道是它的 對不對 那我點兩下 有分 左邊的牆壁跟右邊的牆壁 請問你怎麼分左邊或右邊 是的就知道 因為錯邊就知道 找錯了 其實它有告訴你啦 在這裡 看下面 跟你畫的牆壁的方向有關係 如果你看它的牆壁 它有一個箭頭 是這樣子的 表示這是什麼 這是起點 到這邊是終點 那 怎麼判斷左邊右邊 就是從牆的起點 往這邊看過來 這邊是右邊 這邊是左邊 這樣了解嗎 就從起點 站在那邊看 那我們怎麼知道它起點或終點在哪裡 來 我把這個牆壁放大一點 放大放大放大 好,看一下 請問這個牆壁是從哪邊畫過來的 有沒有看到箭頭方向 所以 箭頭方向是指這樣的話 代表牆壁是從這邊看過來的 就畫過來的 所以 左邊是誰 有這邊 眼睛在這裡 眼睛在這裡 從這邊看 所以它的 右邊在這邊 這裡是右邊 這裡是不是左邊 所以 如果你要設定的話 這裡 就是左邊在它的那個 在我們右手邊 所以我先用設單一個顏色的 你就看比較清楚 變藍色的 好 然後右邊的也設單一顏色 變綠色的 好 確定 有沒有 右邊是綠色的 這樣沒錯吧 這樣就知道了 那我們來看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我是 不喜歡它內建的這些 可是我想要有自己的 可以 比如說你想要 你們有什麼 特別喜歡的嗎 最近 有一個叫做什麼 動物 有看過這個吧 很好笑的 不是嗎 假設你就特別喜歡它 我們家牆壁要換成它的 哈哈 難道不行嗎 可以啦 來你就把它存下來吧 你就喜歡跟它 睡在一起的話 來 我把它存下來 到這裡 我就告訴它 我把它自己插入 一樣的 有沒有跟我們插入模型很像 嗯 那現在呢 一樣你可以拖進來 或從這邊按一下來選 好 我就來這邊 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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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一張 剛剛是放在 看一下 偷看一下 按右鍵 延錫 延錫裡面 喔 0309 這一張 開啟 好他說太大的 那你 如果太大它效能會比較差 我把它稍微降低尺寸 沒關係 有沒有進來了 512乘512 好進來 那他會問你說 你放進來的時候會放在哪一個類別 我通常放在試驗區 因為 試驗區 前面有沒有多一個0 因為這個這樣的話 它排序會排在最前面 我 那我要改的時候會比較好改 喔 然後呢 他問你說 你塗進來之後那個寬多少 高多少 也就是說 如果你 設現在20公分 它就好像那個什麼 貼紙一樣 有沒有布滿整個牆壁 對不對 那如果你不需要那麼大 比如說我現在 200 2000公分 太多 我用500公分 有沒有比較近一點 這樣就比較大隻吧 所以下面 好 確定 有沒有發現 在這裡跑進來了 我就按確定 確定 你們家有沒有一隻了 這樣會了嗎 那如果你像這樣太大了 你就重新回去再調整一下 點兩下 一樣 插圖 那記得喔 不要再插入了 再插入就產生一個新的 你就找剛剛那個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要放在試驗區的 有沒有發現0在上面 是比較好找 如果你是一般的那個 你就要慢慢在下面慢慢找 按修改就好了 繼續 欸 這個太大了 我就按400 或300 好 那完成 完成 有沒有小隻一點 可是最好那個高度一樣 因為它預設 我們用牆壁一個 最大問題就是它會拼貼 拼貼 所以如果你那個高度沒有跟它一致的時候 就會變成 像這樣的情形 就會重複出來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我們待會呢 要做人的那個其實也是一樣 有沒有 人的這個 這裡有一個人形立牌 在前面這裡 人形立牌跑去哪裡 剛在後面的話應該是在這個前面 腳踏車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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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在這附近 應該在這附近 欸 怎麼沒有看到 怎麼沒有看到 跑去哪裡 這是平面的 這是平面的 跑去哪裡了 等一下再找一下 反正就是在這邊 你看它在這裡 有沒有 是沒有厚度的 對不對 就或者說厚度很薄 但是我一樣可以 立一個牌子在那裡 反正你攝影機看過去就好了 它就站在我們家前面了 這是我家 對不對 那你要做這個的話 它有一個前提 因為呢 我們的牆壁 它有一個特性 它一定是黏在地板上 請問牆壁可不可以建一半 不行 你看喔 我們開個新的給各位看 你要建牆壁的時候啊 你看我開個新的 它絕對會是從哪裡 從地面開始 有沒有 從地面開始 所以你不能說 我牆壁點兩下 好 我把它告訴它 它有一個那個離地多少 沒有 可是我們模型有 你看喔 如果我是一般的模型 我們找一個 找辦公室好了 你看這個桌立 或者蘋果電腦 你看我把它丟進來 以前我大學時代就是這一台 就是這種iMac 那你看點進來 它現在是放在地板上 對不對 可是它是不是有一個特性 叫做懸空高度 有沒有 只要是模型 它也叫懸空高度 我可以自行指定說 120公分 好確定 有沒有它就自動站起來了 可是地板 那個什麼 地板啊 它也不能提高 然後呢 我們的牆壁也不能離開 它就只能 就是高低 只能高高低低的 這樣子 多少而已 所以說 怎麼辦 只好透過 這些外掛幫忙 因為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這種方法 它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平面嘛 而且呢 它這個是一個貼圖 你只要是 我們剛剛有沒有講 PNG可以帶透明度 對不對 你只要是有透明的 雖然我是一個板子 實際上這裡還是一個板子 只是因為它是透明的 然後就可以看穿過去 但是我們的牆壁 不行 我們的牆壁一定是實心的 即使你本身是透明的圖 它還是怎麼樣 不能看穿 不能看穿過去 所以 這個是我們為什麼要用這個外掛的原因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來 你看喔 我就先隨便畫一個 你用牆壁就好了 來 點上這個牆壁 點一下 來 拉出一個 拉出一個平面 好 來 我們往下拉出來 讓外面這裡看到 有沒有看到了 對不對 好 那麼你做好了之後 一面牆 我來這邊 兔兒這邊 工具這裡 把它 把這一面牆呢 把它複製成一個新的家具 也就是讓它跳說什麼 不再是牆面了 把它當作一個家具來用 那這個時候 它就具有家具的屬性 清楚那個概念嗎 我試一下給你看 你看 我把它複製起來 好 複製好了 現在我點到旁邊 把它貼上 欸 有沒有發現 我前面是不是又多一個出來了 從視覺上來看 是不是看起來好像兩個是一樣的 可是你看2D的這邊是不一樣的喔 這個是家具 這個是牆面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欸 不一樣的 所以今天 我因為它是什麼 是家具的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調整 上下 有沒有 它不再是牆壁的喔 對不對 不再是牆壁的 它就可以調整這樣這樣 所以你要 給它什麼 貼圖啦 那些有透明的 這都OK 這都OK 那你看喔 這個地方 我這個 用完了 我就先不要了 我把它放後面好了 這個拉前面一點 這樣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你看我把它點亮下 有沒有 這個屬性 跟我們牆壁的屬性 是不一樣的 現在呢 你只要點亮下 好 我就告訴他 我要放一個什麼 材質或者紋理都可以 好 材質 然後呢 找到我的紋理 如果你是剛剛那個女生的圖 我就把那個女生的圖 找到 嗯 嗯 Doke好了啦 找這張Doke圖 有沒有這張圖 對不對 好繼續 欸又來了齁 放在哪裡 試驗區 那你可以做大一點 那到底要做多大會比較適合 最簡單的 回去看一下 你當初這個 來你看我回到 這個回到外面來 請問這裡有沒有這一個 模型的長寬膏 有對不對 所以你的材質 那張圖的大小 就射成跟這個一樣 就好了 就跟這個一樣 那我就可以把它放進來了 我先用紋理的方式好了 因為紋理也是一樣的意思 好 找到Doke 請問剛剛是多少 555 對不對 好 我就告訴他 我放在這邊 但是我的寬要555 高度就不見得一樣 因為高度我剛剛那邊 高度沒有特別射 好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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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有看到一半的狗了嗎 哈哈 因為剛剛那個高度不夠 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本來 正面這個模型 是不是一個 四四棒棒的 因為我的狗 這張圖 請問有沒有透明 背景透明的 所以 今天你拿到哪邊來 拿到這邊來 有沒有發現 站在人家前面也沒關係 不會擋到人家 可以嗎 所以 等於說 我有照片 事實上也可以加到 我們的3D模型 你不用說 一定要進到什麼2D軟體 再把那個圖 一個一個慢慢合進去 不用這樣 那這個 我就 再修改一下 你看 點進來 紋理 沒辦法 沒辦法 它沒有那麼大隻 我們就叫它 不要那麼大 因為最主要是高度的問題 高度沒那麼大隻 所以我就200 好了 它會重複一點點 有沒有這樣重複一點點 所以最好你當初在畫這個的時候 你就根據你的圖片的比例 就是我們在畫牆壁的時候 畫牆壁的時候 這個牆壁的寬 還有那個什麼 高度 我們牆壁不是可以設高度嗎 對不對 250嘛 那你就可以設一下說 我的那個高度大概多少 這樣子 如果你要比較大張的海胖 你就設高一點 這樣比例對了 你塗進來 就不用像剛剛這樣 再重新做調整 這樣可以嗎 所以 給你玩看看喔 來